下面題目是類似的 也是有關於什麼保不飽和的狀況 它就是給一個就是給一個錶 然後呢30度20克的水12克的削三角喇喇 請問你看有沒有飽和 就是有沒有全容 能不能全容怎麼樣 怎麼樣 那上面已經告訴你了 那30度的時候是100克的水融45克的削三角 那現在呢只有20克的水 所以呢就是五分之一 就是可以融九公克 所以我最多可以融九公克 那你現在給我12克就不能全容 就表示我融到最多達飽和了 然後還剩下三公克沒有融解 所以呢我們答案就選的是C 答案就選的是C OK嗎 好 類似幾 請問你這裡有一個不同的溫度 然後有甲根椅 然後有放6公克跟12公克 有20毫升的蒸餾水 他就問你剛剛問的那個 它有沒有全容啊 它能不能全容 30度C20毫升的水 然後放這些質量的 焦酸甲 它可不可以全容 有辦法全容嗎 有辦法全容嗎 OK 不站 需要一層 為什麼要這麼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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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就知道啦 我可以不要理你了嗎 給你五秒鐘給我答案 不然我就不理你了 5 4 3 2 兩個都保和了 兩個都保和就是兩個都有 兩個都沒有全榮 兩個都沒有全榮選誰啊 就是豬 請上面顯示100克的時候30度最多溶解45克 現在30度是20的水 20的水是五分之一 所以可以溶9公克 我可以溶9公克你 甲給我6公克我當然可以全榮嗎 已給我十二但是不能全榮嗎 所以大約叫做甲可以全榮 也沒有全榮啊 所以甲全榮以部分溶解啊 看表格看一眼就曉得了啊 好 最後 這樣子 簡單的序述 我告訴你我最終配成保和溶液要20% 100克的糖水 有20克的糖 那200克的水 不是糖水喔 水 然後加了40克 那這樣子有沒有呢 就是他講過了 溶解度100克的水 溶解度100克的水 幾公克跟飽和濃度 百分濃度 那個分母不一樣 你要注意一下 你要注意一下 那他有沒有咧 有沒有咧 他是怎樣咧 怎樣咧 如何如何咧 怎樣咧 你的答案是誰咧 陳小玉 陳小玉 陳小玉你的答案 秉公上 你沒講答案喔 發呆喔 不知道答案喔 你有兩個方法可以知道答案 至少也沒辦法知道答案 第一個方法 你不要管它 200克的水 40克的糖 糖水200次 40除以200次 看看有沒有超過飽和濃度 沒超過 嗯 可以完全融 沒飽 超過了 不能全融 有飽 不能全融有飽 但是 剩多少就要另外算 剩多少就要另外算 但是至少可以去它有飽才找 不然你把前面換掉 把前面換 100克的糖水 可以融20克的糖 就是80克的水 可以融20 80配20 去算200配多少 然後就知道會不會全融 然後這樣子做法 也可以看出來它會剩多少 可以剩多少 看要怎麼做都可以 這些就是有關於飽和跟不飽和的一些問題 原則上都不需要經過什麼計算 看一看想一想就會知道答案 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提醒 這種 我有沒有全部融解啦 有沒有飽和啦 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提醒 OK嗎 OK 很好